爱加米徐加米就看加米新团 上班摸鱼就看加米新团直播 各位YouTube网友 加米新团社区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直播 今天主要是说一下 币安时隔7个月重启IEO这个事情代表什么 再就是最近宏观经济这一块讨论最多的 就是关于这个有个关键词叫做Pavit 就指美联储是否会在他的宏观经济政策上面 走一个新的道路 但不见得是从鹰派转鸽派 可能是有一个那个词很微妙 我们等会再聊一下这个 然后再就是今天的这个重磅香港 这个虚拟资产的一个宣言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刷片里面 最关键的一个业务除了NFT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绿色债券这块赛道 他把它就是通正化 那这块我觉得是很值得聊 那主要是这三件事 我们今天是围绕这个主题 在Q&A的环节好好和大家聊一聊 那第一环节我们还是给追求高效资讯的朋友 快速的回顾一下经济的核心数据和资讯 我们马上开始 第四来直播间的朋友还没订阅加米新团 那麻烦订阅加米新团喜欢我的节目 麻烦给我点个赞 做一个小小的鼓励 那最近这几天行情非常关键 有可能就是迎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说不定会有个小的牛市 或者有其他的变化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肯定会有个变化 不再会是之前那样 就是漫长无聊的一个横盘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激动人心的转折点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核心数据的部分 那核心数据的话 今天的全球加密货币市场的总市值了 是来到了103亿美金 相比较昨天增长了0.53% 那刚刚这一会儿 就是美股开盘了之后的 带来的是明显有一个上升的 过去24小时交易量是在736亿美金左右 相比较昨天的交易量下降了14.11% 那么稳定币的交易占比又上升了 到了91.51% 那比特币的今天的市值占比呢 是在38.7% 相比较昨天的下降了0.26% 那市值占比下降的说明至少 至少市场这个情绪方面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们看一下过去24小时的一些主流币的表现 目前的比特币在20709以太坊 站稳了11600到这个位置 按照24小时涨跌幅的话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涨幅排行榜 市值排名前100项目 Chillis那世界杯的宁静 这个赛道还是有预期的 然后那些球队粉丝币 我看到有很多人在讨论 那这个领域的话 能不能带来非常大的增量 我不大好说 因为没有之前没有这样的先例 这个事情你发生过之后 我才知道 根据这个经验 有个就是有一个参照 我现在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说 那今天的B&B终于开始有反应 因为昨天都在说 CZ参与了这个推特 就是马斯克对推特这个收购过程中 而且还出钱了 然后也分到了一些 就是得到了 算是出钱了之后的话 多多少少会 对推特会有些影响 对吧 会有些更深度的合作 会影响推特在加密货币 这块来探索的一些方向性的东西 那按理来说 是拟好B&B的 那为什么过去两天没有反应呢 我们昨天还开玩笑说 也许就是因为 参与了收购推特 出了四五亿美金 就没钱来盘了 那今天的重启 IEO这个消息放出来之后 B&B马上就有个反应了 大家知道上流市的开启的时候 B&B的拉盘是非常凶狠的 因为IEO的重启 大量的不断的打新的项目 那B&B的交易量会暴增 它的交易的收益费 各方面的收入也会增长 那自然的话 它的B&B也会走强 所以说B&B接下来 能不能开启连续的走强 不断拉升 也是标志着这个行情 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变化 是不是有一个新的行情 一个新的周期的开始 那依然不会说牛市 因为我们在一个 美联储缩表的一个周期 但是在一个熊市的周期里面 加密市场 自己能不能走出一个 小小的牛市 那这个事情的话 依然是有可能的 OK 我们再看一下 那个贪婪欲恐慌指数 今天的指数是在31 比昨天34 要低三个点 同时呢 Devilama的锁仓数据的话 我们再刷新一下 今天的全网锁仓量呢 是在558亿美金左右 增加了0.11% 那排名前几位的 头部的项目呢 没有明显变化 Lidu只增加了1.31% 值得注意的 我昨天说了Lidu的 以太坊上面的ETH的锁仓量 过去一周 终于开始提速了 那最新的数据 等这周数据出来之后 我们再做一个更新 看是不是有一个增速 行情个趋势 我觉得这一点的转折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再就是今天的资讯的部分 那今天的主要的资讯 就是我们开头讲的 一个是 关于这个香港发布 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 那这个政策的内心非常多 那究竟会怎么样呢 这个我们可能还要资讯一下 我们社区 在香港从事这方面行业的一些大佬 那我能看得到的就是 除了有NFT 还有这个数码港元 三个核心板块的话 其中我觉得最有意思 因为NFT这块的话 大家瞄懂 绿色债券代币话 这个绿色债券我搜了一下 应该是类似于什么碳中和碳积分之类的 那把它证券化 在加密市场去流通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资产种类 我觉得是非常有享用空间的 那说不定香港在这块 真的能做出点什么别墅 对吧 就是类似一个独门的独家的一个东西 把它做的非常大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享用空间 那数码港元的话 那接下来是做成一个港元版的 对吧 数字货币还是怎么走 然后会带来什么现实的意义 会孵化出多少的交易所 多少项目方 那这一块的话 我们要持续的关注下 作为从业者 那香港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加密行业的 在亚洲的一个中心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实力 去做这样一个竞争的 一定要多关注下 再就是Vitalic Vision今天发了一个 关于这个DeFi前端进行KYC的 他提出了几个观念 而说就是说他的总的说 说做KYC没有太多意义 然后呢 但是应该做这三点 就是杠杆限制 第二要求对合约代码进行哪些审计 FV以及其他的安全检查有透明度 第三呢 使用某学义是通过基础知识的测试 而不是网络的净资产最低规则 那这三条的话可能比较偏 比较绕一点 总体来说的话 他的看法就是说 强行要求DeFi 类似于Uniswap去做KYC的话 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他会惹恼用户 但是对黑客呢 无济于事 这个他的支撑的观点是说 黑客已经编写了自己的自利率代码 与合约交互 显然交易所进行KYC 是更明智的地方 这个我是倾向于太子的观点 像Uniswap这种 你已经作为一张合约 已经部署上去了 那你在前端 这个页面要求用户 针对普通用户 普通用户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 去直接跟合约交互 你要求他做KYC 那对于黑客来说 你这个前端的阻碍是行动虚设的 黑客都直接跟合约层面交互的 那稍微了解一下智能合约的知识 你就知道 尤其是像Uniswap 我都不需要登陆他的官网 我直接就在链上跟他交互了 那你如果强行要求DeFi的项目 在前端这个位置卡到用户 让他做KYC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只会阻碍普通用户 对黑客的阻碍是无济于事的 主要是描述这样 因为这个看法的话 我觉得是对DeFi这个赛道 接下来的发展是有非常的好的指导性意义的 那这一块的话 Uniswap他接下来会面对这方面的很多的争议 特别就是监管层面的 那这一块的话 究竟监管层面接不接受这个理论 讲不讲得通 那我们不知道 就在某个阶段 监管肯定跟现有的技术之间 肯定会有点摩擦的 我不希望监管能够尽快的搞明白 能够跟上这个时代潮流 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那接下来的话 再就是说一下那个刚刚说了这个美领储的这个 OK再就是币安的这个连续七个月 长达七个月嘛 头一次启动IU这个事情 那启动IU这个事情的话 就意味着会有很多新的项目 我相信币安的那个上币的那个部门 安排上币的运营也好 他们肯定是攒了一堆的项目了 一堆的项目 那现在就直接等着上了 那会有哪些东西值得关注 会不会有好的项目的话 我觉得这块最近可以多关注一下 那个币安的launchpad 这是一个我也想要讲的 那等会儿深入聊的时候 我们再聊一下你们的细则 再就是美领储转向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部分简单快速说一下 就是说有一个 那个我看到CryptoRust 说有一个那个BlackRock的 那个经济学家是说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们现在有个观点 就是说那个Powell 他就是说他们揣测 就可能宣布了下一次加息 11月份的加息75G点 也是比较可能的那75G点就会到了顶峰之后 然后会跟随两个小的加息 一直到 利率到4.35%左右 大概就会 意思就是说会换一种其他的方式去解决目前的问题 不会说一直依赖一个强硬的加息 那市场上已经形成这样的预期了 那接下来这个预期 相当于就是说那会对这个航线什么影响 我相信整个特别是风险资产 或者投机性比较强的这些种类的资产 肯定就已经启动了 尤其是今天提的关键词最多就是这个Fat Pivot 那这个词的话翻译翻译不过来有点绕 那Pivot这个词的话我不知道在经济学里面 我仔细去搜了一下 它是一个专业的就是Fat Pivot有这么一个词 我也看了一下坦白讲 它这个就是翻译之后可能也解释不大清楚 就是说这个Investopia说了 A FAT Pivot is when the Federal Reserve reverse course 就是换了一个路线 不见得是从鹰派转割 这个可能有个重要的区别 它不见得是从鹰转割 它会换一种方式 on its monetary policy from expansionary or contractionary or vice versa 那就是扩张还是缩表 它这里是代表我不知道它是说明确的 就是要不就缩要不就扩 或者是说换一个路线 那搜个图吧 那个Fat Pivot 那可能就是不见得是掉头 但也很是换另外一种方式 有其他什么方式的话 可能现在揣测的就是是不是直接更骚的操作 那这一块的话我们等到后面有更多新闻 更确切的东西再继续聊一下 OK 那今天的话主要就是给资讯这一块 就是给大家更新这么多 追求高效资讯的朋友 你看这部份内容就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社区作用Q&A的环节 把刚刚这几个话题更深入的讨论一下 那特别是社区有个大几个大佬 在香港从事这方面的 那个香港的这个虚拟虚拟资产 这个什么宣言的这个整个大港这套框架 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个我是特别关心的 再就是币安的这个重启IEO意味着什么 会迎来哪些行情这一块也特别值得讨论 那最后的就美联储这个 美联储这一刻的话 那相信有很多专业上会讨论的细一点 那我们后面再多做点调研 再回过头来调论 那我们